Hello 大家好 我是Bingo 现在是9月9号 我已经来到青藻地这边 青藻地现在已经在开花了 咱们是三月份祭的 三月份把它那个祭掉 让它重新抽起来 现在六月份 现在是9月9号 过了六个月 六个月半年 半年它就开花了 大家看一下 它的花蕊 看到没有 一串串的 它现在都在开花了 一般是十一月就可以包裹了 到时候要套袋 它的果要套袋 要不要说 都在开花 大家看一下 基本上我们都是一棵树 留两个枝条一棵 它们长起来 我们都要抹掉的 大家看一下 这些是嫁接的 也有不嫁接的 师生出来的 其实嫁接也可以 不嫁接也可以 让它 就要它抽起来 那个 每年都记掉啊 每年的一打果 以后面就记掉这里 让它重新发芽 重新涨 留一点嘛 留十多公分这样 比如你会明年就 今年再玩果之后就记掉这里 让它重新发芽 或者 记掉再嫁接也可以 反正都是一样的 是很快的 嫁接也是这样的 你嫁接也可以的 因为我们这个有十几二十年 大概有二十年了 这种老树 旺盛 每年都记 一直长 长 然后要拉平 跟我们这个架子拉平 基本上就是这么高了 栽果我们没有方便 但是我们也要拉下来 每次 每次一长刷 我们就拉它 只要跟这个 铁架子这里 啊 我们施肥的话 现在 就是清明的时候 施过一次 花生枯 有鸡肥 啊 半包 半包有鸡肥 然后再加上花生枯 有四五斤的花生枯 啊 花生枯 最好是奥过的 不奥过的话 你省事也可以 你也用下去 但是它有些有刺 你一定要注意 不要随便碰它的枝条 啊 现在都在来花 大概一棵树吧 有一百多斤 一亩地重五六十颗也是可以的 然后基本都是我们是春节的果 春天年代的果 十二夜跟一夜二夜的果 那时候的一般是在这三个月的 还是可以的 如果只要你 花生枯湿的多 有鸡肥弄得多 就比较脆 比较甜 然后留果 留少一点 就比较大个 哎 哎呀 你还在这一般 你在这一般 翻个是 捡 捡支条 捡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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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捡个翻过的支条 差 哦 捡 捡个呢 翻悬榴呢 是啊 嗯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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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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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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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